不知道你做錯了什麼 我不能遇到一個推特人 就因為我慢了一步 就像是這個了嗎 為什麼 就不知道 一個好男人 你值得一切美好 但那個人不是他 我還以為他就是真愛 你為什麼覺得他死啊 能解釋就不叫愛了 還是一種感覺 你知道春節記嗎 不知道 史特拉維斯基的春節記 也是有前衛叛逆的裙子 知道這個就叫真愛 當然不只啊 還有哲學 醫學 音樂等等 那你去跟圖書館談戀愛不就好了 你知道嗎 人這一輩子 遇見性 遇見激情 遇見對手 這都不稀罕 稀罕的是 遇見懂得 遇見理解 遇見一個你說話 他懂你 你不說話 他也懂你的人 那你知道很多作家的另一半是不看書的嗎 就原大導演李安她老婆是學微生物科學的 根本就跟電影拔幹子打不著 嗯哼 好吧 也許你的喜好比較冷門吧 所以希望遇到一個跟你一樣冷門的人 你根本還是沒聽懂我在說什麼 我已經不是小女孩了 我沒有那麼不切實際 女人一心想要遇到真愛 本身就很不切實際吧 什麼意思啊 這世界又沒有一個人 擺在那邊叫做真愛 真愛不是一個對象嗎 那真愛是什麼 真愛應該是兩個人在一起 經過漫長歲月 經歷重重關卡 還是可以一起快樂 一起悲傷 不管遇到什麼事情 都還是在一起 彼此都不會放手 因為這樣才證明了這份感情叫做真愛 但前提是那個人也要跟你一樣 最起碼想要跟你在一起 一起在同一個時間看月亮 無論發生什麼事情呢 都陪在你身邊 現在周醫師選擇離開 你知道他這代表什麼嗎 代表他不是那個人 要找到一個可以一起走下去的人 真的太難了 我知道你挑剔 不想將就 你不是說過嗎 靠家裡的人瞧不起 比你笨的呢 你又懶得理 比你不努力的你又不服氣 殊不可耐你看了就討厭 你都背起來了 因為我很聰明啊 你講過的話我聽一次就記得了 而且我不靠家裡 我很努力 我俗氣 都耐操 耐看 這世界只存在你相信的東西 你不相信的呢 就算出現了你也看不到 如果你認為你遇不到 那可能就真的遇不到了 這是信念問題 不是急遇問題 喂 你醒了 走吧 我請你吃早餐 是不是會感謝昨天我陪你去冒險嗎 早餐我準備好了啦 本來想說過在你門上 你起床出門就可以吃了 好 那就欠你一次了 下次再還吧 我準備要出買了 謝謝啦